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是一個國家嗎 台灣是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難是經典的國嗎 台灣民國才不是一個國家 那你國才不是一個國家 你的身分證是什麼 你的身分證是什麼 身分證是什麼 台灣不是要獨立 不是你說的算 也不是國才民做的算 那你國才民國才不是一個國家 他還講說要打六億 來去成立這個和平基金會 那和平基金會裡面的工作項目 通通都是跟中國統戰的項目相關 包含文化 包含媒體平台 包含學術交流 通通都是 可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難道要變成一個選擇 選一個特首的局面嗎 根本不需要配合他們處統 那為什麼今天國才民要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要得到中國的 中國的嗜好 他是一個商人 他曾經說過商人無祖國 只有市場才是他的祖國 那他今天要的是什麼市場 他今天要的就是 他在中國的事業可以保存下來 所以他配合了中國進行統戰 那我請問 這一個 這一個 基金會 難道是中國 統戰部在台的辦事處嗎 郭台銘要不要出來講清楚 你們的立委陳玉珍 要不要出來講清楚